昨日父亲节前夕 为感谢辛苦的爸爸们 国际立立维沙亚休闲发展协会 与台南市安平区华林里活动中心举办 2016老爸加油站父亲节感恩活动 串联社区慈善公益 结合当地新住民、学生、妇女等 弱势团体协会一同参与 活动现场也要求到 台南市副市长也纯卓等卫宾共享盛举 庆祝节日之余也能促进文化交流 父亲是我们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他即使躺下一座山 躺下一棵大树 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很累 他不会流泪 只会流汗 他不会厌气 只会叹气 真的是父亲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父亲节的时候 能够体谅 感受到父亲对整个社会 这家庭的贡献 在这地方也祝福今天以后的所有父亲 都能够父亲节快乐 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成功 如果有需要台南市政府帮大家服务的话 不用客气啦 过去我们一直说 我们要推新著名的政策 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有一点点错误 其实我们是要关怀他们 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社会 所以当他从一开始 他说他一直努力要融合这个社会的时候 回过头来发现说他失去很多 他连他的家庭也失去了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很多姐妹 也有很多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民意代表的责任更加重大 现场特别安排亲子互动 由务民社区青年志工替父亲爷爷洗脚按摩 借此慰绕平日的心情 在国际莉莉维莎雅休闲发展协会 与国际青年总子协会的共识校 和能训练新少年 藉由社区关怀 服务长辈与父母 进而达到社区文化交流与亲子互动 希望我们的孩子跟父母有一个互动 然后让我们孩子有机会 在为社区奖杯做一个服务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学习的态度 然后有感恩的信 国际莉莉维莎雅修行协会 主要都是莉莉老师一手策划的协会 所以他主要就是要让我们青少年养成服务 养好的态度还有感恩的心 我也是在他的坚持所感动 所以我才放下我的事业来全力协助他 跟莉莉老师认识是在三个月前 那因为我们的理念契合 那再来是我们中子协会 有很多的青年志工 都是新助理之子 那也介于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想把更多的年轻人做号召 来跟莉莉老师这个社区服务跟长辈 也跟社区所有人的互动的紧密关系更加的提升 所以因为莉莉老师的理念 所以我们很乐于这样子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2016老化加油站 父亲节活动与昨日圆满落幕 活动委身也由新住民社区妇女孩童等团体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盼见由这次感谢父亲节的活动 能够帮助新住民更快融入社区 也可以促进亲子间感情的成长 记者林佳怡台南采访报道